这位胖胖摄影师假装没在看相机。意外排下路人超真实反应。连他自己都吓到。 身处在以瘦为美的社会风气,许多胖子常感觉格格不入国外一名体型偏胖的摄影师Haley Morais,Kive Hero就进行了一场社会实验观望者,他架设器材,拍下自己在使用定时相机时,路人看他的反应。 2010年,Haley在时代广场的台阶上自拍了照片后,他发现身后有一名正在照相的男子在盯住他看。 好一阵才会过神去做自己的事,Haley认为这很明显地表示他确实是在评判他。 我听说有人对我的体重发表评论,但我从没想过我能在照片中捕捉到这一幕。 于是,他开始在各种公共场合架脚架自拍,他自拍下了自己做日常生活小事的照片,他觉得这很有趣。 他从来没有刻意打扮过,因为不想引起人们的注意,他也从来没有做过任何能引起人们注意的事情。 在发布了这些照片后,Haley意外爆红,也收到很多人鼓励他减肥、化妆,说这样做了人们就不会用那种目光看他了。 这激发了他继续拍摄的灵感,但他按照网友的建议,化妆,穿漂亮的衣服,但人们对他的反应仍然是一样的。 。 Haley患有假装现机能减退症,曾在饮食失调中正扎,他声称自己并不在意人们对他的看法,这个项目也并不是为了让任何人感到难堪。 。 我不是出于愤怒才这么做的,我认为这是一项社会实验。 Haley的街头实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,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位摄影师的看法。 。 有些人说,其他人只是看着他,因为他在路上举止怪异。 其实真的没有很怕该不会真的只是好奇看他,不是骑士XD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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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